嗨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Curricular Phone Addiction 打破你对手机的上演 想让你在一个小时之内会看几次手机 五次 十次 可能更多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微小的几种是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活的呢 影响到你的效率了吗 有没有让你的效率变低 有没有让你分心 甚至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健康呢 如果你可以掌控这些让你分心的元素 你的生活会怎么样呢 尝试一下把手机记音专注于你现在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全世界人类都面临的问题 但是还处在一个没有人涉足的阶段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对手机上演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多么大的影响 安东尼是Break the Twitch 这部剧的作者和电影制片人 通过这部剧来激励人们减少注意力分散的时间 从而关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上 四年前他把自己在亚马逊上所有的购物记录都打赢下来 因为他想知道这些前距离的花到哪 所以他就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优化花钱的渠道和方式 他想理解自己到底为什么是做了这些消费的决定 让自己的消费更有意识 所以经过他对这四个月 亚马逊上购物清单的研究 他读到了一个结论叫做Twitch Twitch的中文翻译是肌肉的颤动 或者说是下意识肌肉行为 我们经常点击了Buy Now 或者点击了那些购买键的时候 说实话这种感觉很好 次去点击购买的时候 就好像买这个东西 就是一种解决我们生活中困难的一种solution 尤其是当我们在刷淘宝或者亚马逊的时候 看到一个合适的数据线或者手机壳 会下一代意识的添定到购物车里 或者点击购买 会相比较往对这个数据线或者这个手机的喜欢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impulsory的冲动 但比较思考之后的行动 当我们点击的那一瞬间 更像是单纯的肌肉运动 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情况之后 发现我们经常会去看手解锁上滑下滑 看看有什么新的东西 然后锁上做一会我们的事情 然后再去摸出手机解锁上滑下滑 好好滑刷新如此循环 尤其是当我们在排队 或者当我们在路上等人的时候 好像单纯的站在队伍中什么都不干 或者站在路边什么都不干 都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这完全是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举动 你说我们就会掏出手机 然后滑滑 即使手机并没有什么新消息的提醒 或者有什么新的更新 所以说在如何打破对手机上瘾的方法之前 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为什么打破你对手机上瘾的这件事情 本身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 原因我们才能更好地去行动 我们都知道休息可以提升效率 但是我们往往是怎么休息的呢 我们躺在沙发上 然后以为我们在休息 但其实我拿出手机 刷刷刷刷 此时我们其实还是在大脑和眼睛 去engage with your phone 你看看Instagram上面有什么新的照片 看看微信朋友圈大家都发了 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休息 最近我就在想 怎么才能让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高兴 尤其是monotask 也就是说只关注一件事情 因为现代的人对于multitasking 简直就是非常痴狂 有很多人觉得自己multitasking 是种很厉害的技能 所以我也想说一下什么是monotask monotasking就是说 你喝咖啡的时候只喝咖啡 你不在喝咖啡的时候还在刷手机 在喝咖啡的时候还在看剧 想像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在喝咖啡的时候 只是在喝咖啡 不看手机不做别的事情 而是去单纯的体验 喝咖啡的那种感 如果我们能在生活中每次只做一件事情 不想着同事做七八件事情 你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达到生活的平衡 尤其是在休息的时候就专注于休息 如果你休息好 你就会有更多的精神去工作 所以说if you rest well you work well 相信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非常overwhelming 每天很忙很忙 就是感觉找不到原因和管理的办法 但其实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这样 因为你本来可以不这么忙 我们可以在不要稍微有时间的时候 就去看守 那稍稍稍完全可以放空一下休息一下 比如说你就坐在沙发上你就什么都不要想 闭上眼睛休息五分钟 你也会觉得这五分钟已经很长 足够你休息缓过来 但如果你刷手机五分钟十分钟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很快就过去 当然我承认有的人可能生活本来就比较忙 比如说你还带孩子 然后你每天还有一个full time的照 下了课还要去上 比如说你的master或者你的bacher的degree 所以说你的生活已经很忙了 就不要因为让你的生活 由于刷手机而变得更忙更没有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频繁的刷手机呢 确实刷手机让我们感觉很好 在不断scroll down的过程中 会看到新的东西 而且手机其实占据了我们的思维 然后每次这种行为 开始就变成那种循环 所以如果你想走这种循环 比如说你尝试一周去离开social media 如果比如说你用一周的时间去尝试 不要再每次没事干的时候 你就拿出手机来刷 你会感觉很不舒服 为什么 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刷手机变成那种习惯 所以每次你想要去打破这个习惯的时候 你就要付出功功 但是如果再过一周之后 你就慢慢发现 其实以前那些去看手机的那些举动 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肌肉的记忆 都是一种不由自主的 你就会去摸那个手机 然后就会去看 并不是我们当时就是想去看 而且还有个原因也是因为 看手机可以在不同事情的间歇 也填满我们的生活 其实这个事情就跟你对sugar的需求是一样的 当你开始在第一周 开始停止大量收入 觉得很难受 觉得你的身体就必须要去吃那个sugar 才会精神起来 才会舒服起来 但是当你再过一周之后 你会发现 慢慢好多了 其实就是一个习惯的过程 而且改变这种习惯呢 会有人感觉不舒服 因为这种刚才我们提到 因为这种twitch 忽然你感受到舒服和自然 这就是重点 因为当你在排队或者无所事事的时候 或者在你在路上等朋友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做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尴尬 非常不舒服 但如果你刷手机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手机已经占据了你的生活 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出这种 所谓的舒服的感觉 就是所谓的刷手机的感觉 因为当我们 如果独立于手机之外之后 我们才能找到 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怎么样才是自己真正的 才能更加活在当下 才能去享受当下 让你做那些事情 才能真正的去感受 你现在所做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里写下来四点 我在看Matt和安东尼 采访的时候的一些结论 和我在生活中的一些感悟 于是我写下来这四点方法 第一点是关闭notification 也就是关闭那些通知 在我的手机上 我打开了三个可以通知的功能 短信电话和闹钟 这在我的时间中 其实也很好的效果 因为我基本上没有电话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 微信短信和闹钟 其实这在我的时间中 很好的效果 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多电话进来 可能是微信 因为有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都能发现 因为你手机屏幕亮一下 可能只是某个2 某某某9.9元 快来抢什么的 但其实这些东西 跟你生活好像现在没有关系 然后你开这些notification 它会非常的使你分心 因为它会叮咚 因为它会让你的手机 屏幕亮起来 所以我觉得关闭这些通知 对你的集中注意力 非常有帮助 或者你可以试一试 打开Do not disturb 就是那个物量模式 那个功能 这样也可以帮助你 其中注意力 然后第二点是 Be aware of the twitch 也就是说 对我们的习惯性的举动 有一些意识 为什么说它是习惯性的举动 就是我们对它们没有意识 所以当我们对它们有了意识之后 我们可以可能更好地去控制它 到底怎么样才能对这些亏齿意识呢 特别办法就是 你可以尝试一下 出门的时候不要带手机 当然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很难 因为你可能觉得 那如果我找不到路 我需要用Google map怎么办 尤其是在国外的同学 对环境不熟悉 或者说你可能会去 现在哪有人出门不带手机 手机就是我的一切 我怎么可能不带手机 我在国内我用payment 我要用微信支付等等等等 但是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你可以去给自己一次机会 当你出门不带手机 比如说你去尝试买菜 或者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在柜台结账排队的时候 你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手机 你也会去伸手 伸手有意识地去掏手机 但因为你没有带 所以当你在摸到口袋是空的时候 你记得起来 在这一天 你有多少次都去摸了口袋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尝试 多几次出门不带手机 你可以有规律的 有间隔地去尝试 出门有多少次不带手机 然后去比较一下 在三次五次 你出门不带手机之后 你去摸手机的那种状态 会不会减少 因为在每次每次尝试中 你会发现 你自己去对手机的依赖 一次比一次少 一次比一次少 最终你会发现 你慢慢习惯了 没有手机 你也过得好好的 然后最终那推出会消失 你也不会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你第一想到 就是要去摸手机 尤其是当你在跟别人在一起 因为现在嘛 就是有很多人都 说很难跟别人建立起关系 那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如果你不带手机的话 通常可能不会知道的东西 第三点是 删除手机上无用的APP 对我最近很有帮助的一点 就是去删除手机上 那些无用的APP 因为我之前 大概有四到五页的 iPhone页面上 全部都是APP 但我其实根本就不是很用 尤其是social media 贵了WhatsApp Instagram等等 邮件我也只在 我需要check的时候 我才去打开它看 然后如果我没有的话 我尽量在电脑上 去处理那些邮件 因为这样的话 少给了一个自己 去看手机的理由 即使是在电脑上 这个软件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日程表中 block一个特定的时间 去让你专门去看 social media 或者去网上冲浪 比如说是在早上 或者在晚上的时候 因为早上有很多人 有习惯去check email 然后晚上的时候 可能也会觉得 一天大家可能发生的状态 我想去看一看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block一个时间 去专门让你自己 去看这个东西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非常清楚的 说在每天的什么时候 我是应该去做这些事情 而在别的时间 我就应该去 专注于我的工作 因为这样 给自己设定好时间 去看的话 会那么容易被分心 因为你已经知道 我是会有时间去看 我是会有时间去回复他们 我不会因为这个 错过整个世界 只不过这些事 只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内 也就是你选择的那些事 这样进了 完成对社交的需求 以后可以在专注的时间 去跟他专注 然后我觉得第四点 是寻找一个替代 尤其是在家的时候 尤其是在家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 不碰个手机 尤其是在家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比较休息的情况 所以我想的办法 就是我去给自己 找了两到三个代替品 比如说每次 我想要去拿手机的时候 我就会去拿一本书 拿一本我最近正在看的书去看 或者是我会去泡一杯茶 喝茶 或者我去想办法 做点别的事情 想出两到三件事 作为可以用手机的替代 然后可以良好地帮助 我去远离手机 因为其实你每次 就是拿着手机刷刷刷 然后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 根本就没有什么说 什么天大的事情 然后我们必须要 A包在手机上 当然就是一种习惯 所以如果让我想出 两到三件替代品 当我每次想要拿手机 我就去拿一本书的话 它会慢慢变成一个新的习惯 也会帮助你 去建立一些良好的系统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 上面的四点 非常是一下 打破自己的 对手机的上演 因为我相信 对手机上演这件事 不仅仅是年轻人 就是甚至我们爸妈 现在每天也在 对着手机刷痕 但是其实做这些事情 也不能太增加 我们对于生活的价 所以我觉得 以上就是四种 我总结出来的 比较确的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 然后如果大家对 如何能打破 对手机上演的方法 或者说你以前 有成功的实践过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在我的微信 功能化楼也好 我特别期待 能够知道别的方法 因为其实 如果你不去坚持的话 很容易就会回到 以前那种状态 大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